教育列車長清延線通車接近三個月 運輸聯線指出目前每日平均載客量超過3萬人次 運輸聯線行政總裁Kevin Desmond表示 雖然長清延線只有六個閘 但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乘客 氣點和終點都會在三聯市裏 由此可見這條線不單方便居民前往其他區域 亦都方便他們在區內活動 長清延線通車之後 滿地堡和高國林市政府 都積極增加車站附近的發展密度 增加房屋供應 善用駕空列車系統 但滿地堡Inner Center車站附近 未來幾年就會多12000至16000名居民 郭郭林市長Richard Stewart說 駕骨林車站一帶和 郭郭林車站旁邊的停車場 將來的面貌將會很不同 我又相信提供更可靠的集體運輸服務 可以減輕居民的經濟負擔 省政府預計去到2021年 長清延線的每日乘客量會有7萬人士 Stewart預計這個目標會很快達到 加拿大中文電台機制的爭執行 這樣保安 留意不允許 幻影 長清延線 長清延線 旁邊的